當地時間10月28日至30日 美洲治校督親總公所 第35屆懇親代表大會 在美國費城召開 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20多個分公所代表以及嘉賓400當人 出席大會活動 10月29日上午 全體代表在費城治校督親公所組堂 舉行莊嚴的製組儀式 隨後代表們來到費城唐人街地標 華浮牌坊拍照留念 現場羅古圈天、瑞絲起舞 代表們拉起了美洲治校督親總公所 第35屆懇親代表大會 中英文大橫幅 舉起費城、紐約、三磅市、西雅圖等 20多個分公所標牌緩緩而行 街道兩邊市民注足觀看非常熱鬧 為費城唐人街平添一番喜慶 當日晚上 懇親大會開幕式晚會隆重舉行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 黃平大使出席大會並致辭 副總領事吳曉明、 僑務主任陳君超、 僑務副主任殷文進聯尾出席 美洲治校督親總公所 相關領導嘉賓分別致辭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 中國僑聯聯絡部、 中國志工黨中央委員會聯絡部 以及有關省市、僑聯、 智工黨、 五一各地陳氏忠親團體 和新西蘭、 台山同鄉會等35個機構團體 發尼賀咸賀信賀詞 當晚節目豐富多彩 與會人員度過了一個 愉快而有意義的晚上 恆生大會在30號下午 選出美洲治校督親總公所 第35屆理事會總理